先向上一個-1 然後再向右 右的話多1 所以變成說我Active Sales這邊的話 必須找到的是Offset-1-1 然後再把後面的XY把它丟過來 最後的話就會得到我的這個 最後把它執行起來 Core 然後把它執行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密碼就加上去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位置 因為我剛剛好像有動到 因為剛剛本來是在這裡 我剛剛不小心把它點到這個位置 所以它又判斷一下 OK 那這邊我再改一下 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再把它改成EARTH Enter 68 這個Change 觸發一個事件 對 這邊現在程式還沒有結束 我再一次喔 這個地方再來跑一次 這個 等一下把它Stop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F123456789 如果Enter的話呢 那它就會是抓後面的4碼 加上今天日期 那再加上A22556688 那就是6688 0807 像這樣的一個金融卡密碼 就完成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撰寫的地方 第一個特別注意的就是 我的這個地方 加上一個Format 那撰寫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請你在Module裡面呢 建立一個密碼預設的一個副程式 OK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 請你在 記得喔 在工作表 記得因為很多同學都點錯了 不要在工作部喔 工作部是全部喔 全部 記得只有在工作表 因為剛剛如果說你當這個地方 然後而且是Worksheets Worksheets 工作表 工作表 Change的時候呢 那呼叫我們的預設密碼 那如果說你做錯了 比如說你在Workbook有沒有 也可以啊 Workbook裡面呢 也會有什麼呢 Change Workbook裡面應該有個叫Change 也有Change喔 Workbook裡面有沒有 Workbook裡面 Open 它有Open 它叫Shit Change 它叫做Shit Change 那有同學就寫在這裡 可是喔 你寫在這裡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就會非常非常不順 因為它會不斷不在那裡檢查 所以造成很多錯誤發生 記得不要在這邊 是在這個地方喔 OK吧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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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